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三 这就是我的武魂 你可以叫他罗三炮 也可以直接叫他三炮 老师 这是您的武魂 这武魂的表现方式不是附体吗 它为什么 因为我的武魂是变异武魂 记得我和你说的变异武魂吧 三炮就是 只不过它的变异显然是朝着不好的方向 在它刚刚觉醒的时候 我的魂力才只有半级的水准 否则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 即使我再努力 这一生魂力也不可能突破三十几 终究只能在理论上去研究武魂 老师对武魂这么执着吗 三炮却 对不起老师 提起您的伤心事了 没什么 我早就习惯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三炮 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的叫声是啰啰的声音 而他的攻击也只能发动三次 三炮 前头开路 三炮 前头开路 是只十年白蓝包 三炮 不要打扰人家 这是一根十年孤竹 特点是坚韧 攻击力虽弱 但防御性不错 挺适合你的蓝银草 那 不过年限还是太短了 我们再找找看 实在没有合适的再选它 年限如何辨别呢 主要是观察他们攻击时魂力的颜色 魂兽攻击时的颜色 与他们魂环颜色是相同的 十年魂兽魂力为白色 百年的为黄色 依此类飞 不过 一百年和九百年的魂环虽然颜色相同 但附加的属性差距是极大的 依我的研究 第一魂环所能接受的极限应该是四百二十三年 在这个范围内 我希望你的第一魂环能尽量接近这个极限 嗯 这是每一名优秀魂师的必修课 是 老师 只有这样 未来才能更好地利用魂环的力量 嗯 知道刚才为什么让你撒那些粉末吗 养盖我们自身气味 驱除蛇虫鼠蚁 正是如此 那叫驱蛇粉 在魂兽森林内 尽量不要用火 虽然多数的野兽和魂兽都会惧怕火光 但也有几种特别强大的魂兽 是喜欢火光的 一旦遇到它们 除非你自身修为足够强大 否则 必死无 有导人 是幽农狼 小赛 在这里不要动 你有 Veer 一群十级小狼 也敢来骚扰 三炮 放体卢打雷 红天列地罗三 蓝和狗的身体结构相似 有铜头铁骨豆腐腰之称 它们的腰部是要害 看着 魂环就要出现了 像这样 用魂力去牵引魂环到自己身上 然后开始冥想 吸收魂环的能量 我现在的魂力不足以进阶 所以无法吸收 一个时辰内 魂环就会自行散去 小赛 拿两根白萝卜给我 三炮可以凭借吃食物 来减少对我魂力的消耗 因为它只有三弓之力 所以每用一次攻击 都必须立刻补充 三炮只吃白萝卜吗 你也看到了 三炮的攻击手段是放屁 白萝卜在催屁上 极少有食物能比得上 有两根补充 半个时辰后 三炮用掉的一次攻击 就能恢复好 这样也行 拥有这样一个 以放屁为攻击手段的武魂 老师又是个骄傲的人 他心里 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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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在那里 竟然是曼陀罗蛇 这种魂兽怎么会出现在森林外围 希望年头不要太久 如果是百年以上了就糟糕了 他之所以还没有攻过来 是在等待实际 老师 我们怎么办 曼陀罗蛇毒性极强 不但有麻痹效果 还能破坏神经 是毒术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 而且他的速度奇快无力 且身体极为坚韧 普通刀剑很难伤到他 只有嘴和眼睛才是弱点 但他对自己这两个位置的保护一向很好 到我的身后来 嗯 嗯 嗯 好 现在我教你一个离 环多谷多 激励一波 魂少无少 撒腿就好 什么是魂魂以后再见 如果你的魂魂比对手多 那就凭借自己的魂技和魂力将对手击溃 如果比对手少 不要犹豫 立刻就跑 放屁如大雷 红天烈地如三跑 快跑 满陀罗蛇 进化到千年以前 每多一年 身长便会多一厘米 这只满陀罗蛇已经接近四米 修为已经接近四百年 这大蛇 竟然好多大不少 放屁如烟雾 催眠沉睡罗三跑 满陀罗蛇这种凶兽 哪多没有耐心 我们再坚持一下 它很容易就放弃了 三跑 挡它一下 回来 散炮 小三 一会儿我挡住它 你找机会逃走 好准的手法 小三 这大蛇的防御力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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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万一老师深究 啊 塞 小三 小三 你怎么样 怎么样 啊 老师 吓死我了 那什么呢 刚才你怎么突然松手了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还好 老师似乎没有注意到 好像突然划了一下 老师 我刚才乱挥您给我的短剑 好像刺中那条蛇了 你可能刺中那畜生的要害了 我们再等等看 蛇类浑兽的生命里极为顽强 没那么容易死 刚才真是太境界了 得尽快多治些暗器才行 小三 太好了 你的魂魂又着落了 真是太好了 小三 老师 您说什么 您不会是说这条蛇吧 没错 就是它 这条蛇修为差不多四百年 刚好接近魂师吸收第一魂环的极限 以你的先天满魂力吸收是毫无问题的 可是老师 我的五魂是植物 不会冲突吗 植物五魂 未必就一定要吸收植物魂兽的魂环 兽五魂也未必不能吸收植物魂环 在某些前提下 二者是可以相互吸收的 这是我多年前提出的十大核心竞争力之一的 五魂拟态理论 我之前和你说过 蓝银草的一大优势是它的不排他性 因为自身过于弱小 它对任何魂环附加的属性都不会产生排斥 只会被动地融入 还记得我们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魂环吗 附加坚韧效果 最好是有毒性的 没错 这两种特性曼陀罗蛇都有 不论是普通魂师还是五魂殿那些家伙 对于我的十大核心竞争力理论都是嗤之以鼻 无人相信 以前没有魂师吸收不同种类的魂环来强化自身 小三 你愿意试试吧 尽管在理论上我有绝对的把握 但却从未有人尝试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所提出的十大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 就是因为没人愿意去实践它 老师 就让我来做这个帮您实践的人吧 我相信您 小赛 我们开始吧 盘夕坐好 一手五魂 来吧 我的第一魂魂 你将决定我是否能够练成唐文绝学 也决定着 我能否传承老师的希望 不论火管的力量如何冲击你的身体 一定要保持清醒 好热 好霸道的力量 这难道是内势境间 成功了成功了 圈天宫第一重瓶颈终于破开了 休息中有胶颈 就把胶颈装肩 不忍得 如果共有胶颈 摆年颈 梵采取成功了 最后再渐渐 堤 老师 老师 您怎么了 毒 小老大 你怕了 你以为我是谁啊 十一级一环气魂师 五十五位任何位置 都能放进去 百年活环